东台湾连续四天强降雨 换连线农损产重 目前出估2000多万元的农业灾损 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 今天上午前往光复乡视察大豆受灾的情况 看见大豆田淹水 大豆甲也泡在泥巴里 青农欲哭无泪 而副主委陈天寿表示 将列入天灾灾害补助 也特别为青农加油打气 连续四天好大雨的轰炸 下个月就可以采收的大豆 水淹进三分之一的植株 大豆甲泡在泥巴里 青农看了欲哭无泪 那个大豆淹水的话 其实它最怕就是烂根 它的如果根系烂掉的话 其实它整株都不利于生长 所以它的那个甲树的成熟度会有差 它可能应该圆了 它就不圆 它应该要品质很好的 可是它里面石豆就很多 这个真的是天后造成的因素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 11号原规外围环流强降雨带 在花莲地区降下800多公里的惊人雨量 造成了花莲多样农产受损 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 今天专程来到花莲视察农损灾矿 对于光布香大豆超过30%的灾损 表示列入天灾救助办法 减轻农民的损失 整个来讲的话是2000多 应该不止这个数 这个我们都会激励跟县府公所 大家一起合作 那在救助方面能够尽速地来处理 虽然持续性农损仍在发生 不过根据县政府这两天的初估 将近有2000多万元的农业灾损 尤其正在运税抽税的水稻 所在面积最为严重 农委会也立即公告赋礼玉礼 以及台东观山启动水稻天灾补助 却也引来瑞瑞光复水稻农的不平 只要那个农民他的那个受损 达到那个20% 都可以依照那个程序来报 来申请那个 一下子没有办法说去 去整个都去掌握到这些数报 那就是公所县府这边 他们会循序来报 并没有说所谓的 你那个地区有受损 我们就把它排除 没这样的事情 我们公共复乡水稻面积也非常的多 如果我们的乡亲 如果您的水稻 因为运税抽税 影响你的生长 百分之受损率 百分之20以上 可以呼吁我们的乡亲 尽速到我们的乡公所来申报 副主委陈天寿 强调绝无区域限制 官方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言 说明指出 中区瑞税 光复等乡镇的水稻 目前才刚开花 运税抽税初期 水稻株虽未倒幅严重 但仍会影响后续的产量与品质 也呼吁若有受灾的水稻农 就近到乡镇公所来申办 风灾救助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水稻 石玉兰光复兴